Hello 大家好 你聽的是和理漢天下 這條片會繼續和大家跟進美國總統選舉最新最新的情況 如果你是川普 Donald Trump的支持者 你這條片會聽得很開心 如果你是拜登的支持者 你可能一路聽一路會打你的手機 甚至打爛電腦 當然你會一路用粗口罵我 不過這個都不要緊 好了 現在最新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川普的法律顧問 Sidney Powell 薛尼鮑威爾 上了News Mac電視網絡 接受訪問 在電視節目上 他展示了一份合約 這個很重要 在這份合約的條款 2.26條款 寫明 原來Dominion這個點票機 裏面有一個條款寫得很清楚的 買這部機的時候寫著的 說允許工作人員 審查素描選票後 並作出調整 嘩 這個就重要了 就是說Dominion這部點票機 是真的容許人家在後面 去調整個數目的 好了 詳細講這個話題之前 請大家記得支持我們和理看天下 請你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 如果有廣告請你不介意的都看一看 另外我們Patreon開通了 請大家如果覺得可以支持的都支持一下 好 言歸正傳 講回今天的正題 剛才講過 Sidney Powell 帥尼鮑威爾就上電視節目那裏 這個當然我要聲明 是比較親 Trump 或者應該說是 相對中立的一個媒體 他就訪問 Sidney Powell 帥尼鮑威爾在節目上 就展示了一份合約 那份合約 是地方政府 要和Dominion這部機 買的購買合約 而購買合約的裏面 在2.26這個條款裏面 原來寫明 是允許工作人員 審查掃描選票圖像 並作出調整 好清楚有一句這樣寫著 即是說 是容許 是可以 在後面 去調整選票的數目 這個是非常驚人的發現 節目上 後面 薛尼鮑威爾特別強調 他說這部機 其實設計給人 hack進去 設計 特別設計給人很容易 hack進去 他就說 這部機更加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之前可能聽過 這部機最出名 就原來在委內瑞拉選舉的時候 開始用 而這部機 就成功地 令到委內瑞拉的 獨裁者 查韋斯 選舉 選都贏 從此因為這部機 令到有些人選都贏 這部機就開始不斷出口 成為一部能夠令你 每一次選舉都贏出的機器 被譽為一部 令到你 每一次選舉都可以贏出的機器 現在這部 令到某些人 可以每一次選舉都贏得的機器 在美國廣泛使用 鮑威爾也說 任何人都可以 從這部機的後門登入 然後最終的選票 就可以更改到 最大鑊的是什麼呢 現在這部機 最終的終端 控制在哪裏呢 原來當日 在 西班牙的巴塞隆拿 和德國的 法蘭克福那裏 可以操縱 那個結果的 起碼有機會操縱到的結果 好了 於是原來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根本已經違反了 特朗普 之前所下的行政命令 外國 是不可以介入選舉的 外國不可以介入選舉 現在即是說外國是有機會介入選舉 本身 如果你使用這部機 就已經是違法的 鮑威爾也說 其實現在 全球化 很多科技公司 社交媒體和商界 他們全部都應該意識到 很多獨裁者會利用這些科技 來為他們服務 而偏偏現在商界科技界社交媒體 就沒有注意這一點 所以現在這樣的舞弊情況 就變成世界性 主持人就問鮑威爾下一步會怎樣 鮑威爾就說下一步兩個步驟 兩樣工作 第一 多些繼續去搜集物證 第二 就搜集人證 他說他們現在每日 在不同的州 縣 鎮裏面 不斷地去見證人 不斷地做這個工作 他們也知道 很多人想他們停止這個工作 但是恐怕那些人就沒有那麼容易 跟著 鮑威爾就爆了兩樣重要的消息出來 他說第一 Dominion的創辦人曾經承認過 他說他的機器 他的機器 是可以跟改100萬張選票 沒有問題的 將著100萬張選票 由A 轉去B 都可以不知不覺地進行的 第二 他有一個另外重要的證人 這個就是原來川普 之前經常在Twitter說的重要證人 就是一位前委內瑞拉的高級軍官 他說他在委內瑞拉已經知道 見過這部機怎樣進行作弊 他可以作證 可見現在 在川普這邊 就關於點票機的部分 已經有很多有力的證據 這個前委內瑞拉高級軍官 他就宣誓 他說他在委內瑞拉的時候 有參與過這些選舉 也都知道 這些點票機 Dominion這個點票機 是如何作弊的 現在這個人 肯出來宣誓 肯出來作證 鮑威爾都說 他現在接觸很多證人 但這些證人 也都同時 是被人 受到恐嚇 而他們 和他們的家人 都受到 恐嚇 而情況 是幾嚴重的 主持人就很幽默地問鮑威爾 說他以上的言論 會不會放在Twitter 跟著鮑威爾說 是呀他會放在Twitter 會在Twitter那裡說的 不過相信 一定會被人標示說是 假新聞的 差不多同一時間 在密資根州的委恩縣 委恩縣是這個州 密資根州最大的一個縣 包括大城市抵特律 縣的委員會就裁定 未能通過確認投票結果 即是說 原本說拜登 在那個州已經勝出 現在的結果調整為 未能確認 因為發現大量的問題選票 所以 不能夠確認選舉結果 而共和黨就說 其實這個院 之前急急想確認這個選舉結果 是不對的 因為選舉結果 根本都沒有反映到 選民的意向 而民主黨當然不同說法 民主黨就說 原委員會 這樣的決定 是魯莽和不負責任的 總之一句說了 現在就不能夠確認這個選舉結果 就發還回去 州的州務卿處理 看來這個州的選舉結果 很可能會是 懸疑未決 解決不了 現在去到這裏的情況 就是卡住在這裏 開始有憲法專家 就出來說話 美國的憲法專家 德維茲 他就這樣說 他說 特朗普要確認得到 270張選舉人票 其實很難 但是這個法律訴訟 和司法覆核 不斷地進行的話 就可以阻止到 拜登 在12月14日前 確認到 270張選舉人票 那就是說 拜登都贏不到 確認不到 他贏的 最終是怎樣呢 最終一定就會上到 最高法院那裏 由最高法院裁決 看來 由最高法院裁決的 機會就越來越大了 那麼最高法院裁決是會怎樣呢 就根據憲法 就是應該交給眾議院 根據每一週一票 不是根據選舉人票的比例 是根據每一週一張票 這樣去決定 誰做總統的 現在共和黨 眾議院那裏 控制的州 是比較多的 所以 如果真是由眾議院 根據每週一票 這樣去決定 這樣特朗普的勝算就大了 特朗普選贏的機會就大了 但是他當然補充 如果去到這個結果 恐怕公眾是很難接受的 很大鑊的將會這樣 當然啦 公眾有多難接受呢 大家是可以想像的 美國到時會不會進入 很混亂的狀態呢 大家就假設 沒有可能不混亂 但是你這樣看 其實在現在一個混亂的亂局 現在已經一個亂局 特朗普的表現 其實是很淡定的 你看他 反而現在有張法的 他一步一步做 他沒有什麼明顯的退縮 他要做的事繼續做 不會停的 他剛剛做了什麼呢 又要跟大家說一下 他幾天前 才炒了國防部長 埃斯柏 今天他在Twitter裡面 出了一個推文 兩小時前 炒了國土安全部 網絡安全局的局長 克雷布斯 克雷布斯 原本就是微軟的高管 選舉之後 很多人質疑選舉過程有問題 這個克雷布斯 就很快地彈出來 這個選舉沒有問題 是美國有史以來 最安全的選舉 好大問題 查都不用查 就下一個那麼重要的結論 於是特朗普就很生氣 他就認為 這個克雷布斯 根本都沒有維護到 選舉安全 特別是特朗普說 他令到外國和國內 可以介入到選舉的結果 這個很重要的 總之 其實你做到這個位 你面對那麼多 表面證據 你沒有什麼理由 那麼快做一個結論 而那個結論 可以說是誇張的 那個形容詞 叫美國史上 最安全的選舉 所以 特朗普解僱他 我覺得 不是衝動的 是有理由的 面對如果很混亂的局面 以特朗普現在的團隊 和特朗普這傢伙 我一定要用一個 那麼親切的形容詞 他真是 他不怕 他有很多肯定的 反而 越亂就越好 可能對他來說 但是同樣 我也要 提提拜登 拜登在這幾天 好像消失了 他都是淡定的 他的陣營都沒有做很多浮誇 或者很 沒有作用的動作 兩邊其實 都是看定來做的 當然 他們不斷的開始 找他們周邊的人 幫忙做宣傳 這個都可以理解的 正如我昨天說 奧巴馬就幫拜登 去做一些 這樣的 宣傳工作 而這邊的陣營也都做 那這邊 特朗普這邊的可惜在 就沒有主流傳媒 但是現在 我之前 出過幾條片都介紹 一些非主流的 小的傳媒 現在開始就發揮了他的作用 我引述的都是 Lius Mac 這個網絡 那個資料 其實現在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共和黨的看法 那個資訊是很豐富的 好了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 今天就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和理恆天下 請你繼續支持我們 請你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 記得按鐘仔 如果有廣告 請你不介意的 都看一看 如果廣告一旦出來 你立即按走他 那就幫我們不討 好的 不過不要緊 這樣都是一個支持來的 都是 真的感激大家的 另外我們Patreon開通了 如果大家覺得方便的 可以支持一下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